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 但是这个新闻让我们看了之后 简直就是大跌眼镜 但是又在意料之中 而且这个新闻已经变成全美国的国家新闻了 已经不是只有在南加州这边的local news 是各大的主流媒体都在报这件事情 对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在南加州的Riverside County河滨县 有一所学校叫做马丁路德金高中 那在这个高中呢 最近发生了一起袭击的事件 一个超大块头 看起来身材是绝对高大威武凶猛 可能我估计看这个照片 我觉得身高都能将近190公分 一个巨型男生 在校园里面打了两名身材矮小的女生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你看错了 这个身材高大的男生 他不是男生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女生 他声称自己是一名变性人 那他呢 在女生的更衣室里面 暴露自己的生殖器 而且往女孩子身上吐口水 于是呢 就引发了后面的袭击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欸 央子 起 這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個男生 他可以在女生的面前 就是 偷口 脫褲 然後甩他的那個東西 然後還大言不慘的 還這樣子對女生吐口水 這樣子的世界 真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世界 欸 對 然後根據一個當時在場的學生 這學生就是證人 他就是講了說 這個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就這男孩啊 就這很大直的這個男孩啊 他就進到了女生的更衣室 然後好像這不只是他一次進去了 就是不止不僅僅是這樣 應該最近有過幾次 女生呢就實在是害怕了 然後那些女生就質問他 就說欸 你不要進來啊 你出去啊 你明明是個男生 結果他就生氣了 他就朝著一群女孩吐口水 然後呢他還把褲子拉下來 把生殖器曝露給這樣一群女孩看 隨後呢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這一幕 其中一名女生就看不過去了 他就與這個男生發生了爭執 然後就發生了我們剛才看到這一幕 那所以呢 目前為止啊 這名所謂的這個變性人的這個男生呢 已經被學校給開除了 男人打女人還是蠻可怕一件事情啊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不管怎麼樣 真的是毫無還手之力 你沒發現吧 就是剛才那個女生跟這男生推 他推一下這男生就毫無波瀾 然後結果這男生一推他都要摔倒欸 對 然後在那個桌子那個地方 直接抓著直接咻就往外丟 對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用太大的力 然後女生就可以這樣飛出去 男生跟女生的這個 實在是差太多了 根本不應該這個樣子發生 差太多了 這個新聞出來了之後呢 就會讓我想到一些事情 那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在想的 就是說這個人到最後他被開除了嘛 對不對 那應該大家已經說 這極大歡喜啊 對吧 這變性人終於得到懲罰了 他終於被學校開除了 太棒了 鼓掌啊 可是呢 問題是這個人他被開除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他在未成年的女生面前 暴露他男性的生殖器 也不是因為他闖到女廁所 而進到更衣室 跟女孩一起享用這些私密空間 他被開除的原因是因為他動手打人了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人他不動手打人 那麼他就不會被開除啊 而且他可以合理的合法的 就跟女生一起進到廁所裡 進到更衣室裡面 一起去上什麼游泳課等等等等之類的 但是有一點要知道 就是說這些女孩全部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就是說你如果這一個男生 你可能在一個什麼 就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女生面前脱個褲子 這個造成的傷害 肯定是比對未成年的女孩做這種事情 造成傷害要小一些 因為你想未成年的女孩他知道什麼 那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就像說你在日本 日本有那個混浴的那個文化 男生跟女生一起洗澡 是真的有嗎 這是他們所有這種文化 你真正去日本去那個混浴的話 裡面全都是那種老頭子在那個地方 一個年輕的女生在那個地方都沒有 大家都還是有羞恥心的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雖然你有這種地方 但是就是沒有人想要去嘛 對因為女生被男生看光了就是被吃豆腐 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沒有任何女生想要看到這種東西 尤其是在什麼 你還是在上學 然後還是在女生的更衣室裡面 對 沒有人會想要看到一個什麼男性的生日期 這些可都是未成年的小女孩啊 對 所以這造成的傷害是很大的 對不對 而且如果有這樣子的東西發生的話 那我必須說啊 如果說這樣子的事情是被允許的話 一個男生可以在那個地方 然後給大家看他的生日期 光明正大的 對 妨礙風化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 OK 你在大街上脫光 也是OK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非常無恥的一件事情 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沒有羞恥的世界 對 然後在我們的學校裡 我們的學校說這樣子的話就是包容他 一個男生在一堆小女生 未成年小女生前面公開的漏鳥 這個樣子叫做包容 叫做多元 這太糟糕了 對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就感覺說 其實你也有過上學的經歷嘛 對吧 就在上學的時候 你的確是會承受一些心理壓力 要不然就是你 你會把你的focus全部放在功課上 對吧 就是說我怎麼讓我的分數提高 我怎麼讓我的那個功課變好 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為什麼小孩會在學校裡面上學 要承受這種莫名其妙的風險 就是我上個廁所 我會撞到男人 然後我們什麼 要那個體育課 要運動課 我突然看到有個男的沒穿褲子在裡面 就是小孩為什麼在學校上學 會要承受這種莫名其妙的風險 還有壓力 對啊 而且我必須老實說 我以前在學校 當然也就是有換衣服啊 那種更衣室嘛 因為上體育課的時候 在我讀高中 還有中學的時候 都是要換衣服 沒有一個男生 會就在那個更衣室裡面 就脫光在那邊漏鳥 連男生跟男生之間都不會這個樣子 不是 因為這樣的話就是暴露狂啊 對 這應該是被警察抓走的一個行為 就是同性之間都不會這樣 對 你說一個人可以正大光明的 合理的合法的 沒有人管的 去向異性 而且是未成年 去暴露這種東西 你覺得就是 這到了一個什麼犯罪的一個地步 但是他被開除不是這個原因 他被開除的原因居然是打人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可以給小孩用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上厕所會碰到男人 換衣服會碰到男人 而且還不是普通的男人 是這種有暴露狂的 然後故意說我自己是什麼 我是什麼變性人 拿這種東西當藉口的這樣一個人 所以呢 學校的這種選擇 或者是現在州政府 或者是整個聯邦政府 對吧 像那個拜登他們提倡的這種東西 這樣的話 對學校裡面上學的孩子 女生來講就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什麼 因為你不要講話 你默默忍受 對吧 你哪怕一看有沒有看到一個男的 你就當做沒看見 然後你也不要做出太不喜歡他那個樣子的表現 因為你太不喜歡他可以告你 說你怎麼歧視啊 你歧視變性人啊等等的 所以你還不能讓這個人不順心 你就只要默默的 然後假裝沒有看到他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對吧 忍受發生的一切 儘管小孩可能會覺得說這些東西很噁心 但是他們還是被迫必須要忍受 那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什麼呢 另外一種就是我受不了了 我為什麼要忍受這種東西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就是要發生了 而且我要拒絕這樣的人 進入我們女生的私人空間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結果就什麼 就是這些女生受不了了 對吧 女生就出去說了 結果女孩就被一個將近一米九的男生 按在地上揍 而且毫無還手之力 這個是造成的結果 雖然到最後這個男生被開除了 但是他中間就是你要付出多少呢 你要付出的是女孩要有勇氣去跟這些人說 而且他們還要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這樣被揍 而且你可以想想看當下的校方的反應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 我都把它開除了 對不對 你還要怎麼樣嗎 你各位有女兒的可以想想看 一個男的在你女兒前面漏鳥 如果是爸爸的話 你想想看 你會想要在你的女兒前面漏鳥嗎 不可能 對呀 爸爸都不會願意這個樣的做 就不該發生的事情 這是嘗試 就是如果要說一起洗澡 那就是爸爸帶著小男孩一起去洗澡 然後媽媽帶著女孩一起去洗澡 這就是為什麼要分浴室 對不對 這是一個正常思維的倫理造格旁邊的問題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不會想要讓小孩那麼早就去了解這些東西 對 但是現在學校focus的是在打人 現在把它開除了是因為打人 表示說打人比暴露狂 我們在學校給未成年的小孩看滴滴還要嚴重 就是打人算不對 但是那種不算不對 yeah OK yeah yeah there you go 我想了一下 這個事兒是怎麼了 就是這個人現在不是被開除了嗎 啊 女生能不能現在有自己的私密的空間了 暫時啊 暫時啊 可能就是暫時說 哎 現在女廁所裡可能沒有男的 然後女性更衣室裡沒有男的 但是為什麼說是暫時呢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保證說哪一天再出來一個變性人 yeah 而且現在的變性人 已經不是說特別少數 我們之前有碰到過在羅蘭港那個學習怎麼了 就說羅蘭港那邊現在已經有百分之多少的小孩在學校裡面 都說自己是LGBTQ 然後都說自己是變性人這個東西 所以你 這個變性人是因為他打人了 所以他被開除了 但是你不能確保說女生的更衣室裡面就沒有其他不打人的變性人 那其他變性人呢 他如果要是不打人他只是暴露而已對不對 他只是每天就脫光在那邊晃來晃去 那他永遠都不會被開除 因為他知道我只要不打人我就很OK啊 我跟女生一起去上廁所 我就去看女生上廁所啊 我去換衣服我就去看女生換衣服啊 這都OK啊 因為這些都不會是他被開除的理由 只要不打人你就是安全的 Virginia那個地方那個變性人強姦了 三個女生在不同的學校強姦哦 在女廁所裡面強姦別人 這個樣子OK 對而且那個男生平時是穿著裙子 就說哎呀他平時穿著裙子上學 學校就說媽呀這個學生的確是有問題 他的確是LGBTU學生 那你都穿裙子了 你就去那個女生廁所上吧 哎怎麼著 他去了女廁所他就抓了一個小孩 13歲還是14歲 給人打的滿臉都會寫 他媽媽上節目說他只是普通的男生啊 他只是想要做愛啊 他只是想要跟女生上床啊 但是女生不願意啊 所以你就打人 所以你就穿著那個東西 他媽媽都說他只是個男生 他只是想要發洩他的慾望 然後他說他是變性人 這個社會如果接受這個樣子的東西的話 實在是太超過了 實在是太愚蠢 太無知太噁心了 所以說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是 我們絕對不可以接受變性人這個議題 完全不可以妥協 對啊 所以現在你說咱就不用談女性了 就是未成年的小女孩 她們能夠得到基本權利 現在是變得非常非常困難了 你如果要是選擇 你跟這個東西去對抗的話 要不然就是你把這事說出來 然後你就被人揍 然後被人揍了之後事情鬧大 對吧 然後變性人才會被開除 而且是這個打人的變性人才會被開除 你們這些女生才會暫時的擁有自己的私密空間 但是這樣 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走了一個 你不會保證會不會再來一個 兴許你再一進去 那裡還有十個變性人 在女生的更衣室裡面 那要不然呢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怎麼去對抗 那就只能去校董會了 對吧 我只能去校董會發言了 所以呢 最近就是因為這個事的發生 有一個高中的女孩 她就是沒有辦法再繼續忍受 這些nonsense的東西 所以她到校董會發言說 只有兩種情節 生理男性跟生理 女生在女生中的女生 女生在 MLK High School 這件事是有嚴重的 我看到了這件事 在社交媒體 但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 人是和人在女生的 女生的層面 首先 我們要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 這個男生 把女生的保護 女生的保護 讓女生的保護 女生的保護 女生的保護 當然 我們要問一下 女生的保護 女生 但什麼 女生 what about the true girls like myself who are female down to our DNA why don't we ever get a say in whether or not we are comfortable with this the truth is we aren't the majority of us aren't and yet nothing has been done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se women I will conclude with this it all starts with you you are in charge of the safety of us women and the kids of our parents so please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ank you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社会忘记男人是什么样子 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当男人 当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男人的时候 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 各位如果已经发现了 我每次做节目的方式的话 就应该非常知道 我是非常针对男人的 而且我也非常针对基督徒 很多人看了我们节目 会在下面留言说 不要批评天主教 不要批评牧师之类的 但是我最常念的 基本上就是男人跟基督徒 因为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最了解这两个 而且在我的观点里面 这个世界会变得这么糟糕 基本上都是男人跟基督徒的错 因为我们忘记了怎么样去当一个男人 或者是忘记怎么去当一个基督徒 男人是有改变世界的能力的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是彻底摧毁一整个文化跟社会 如果今天我要摧毁一个国家的话 我首先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让这个国家变得社会架构崩溃 我不会担心这个国家的女人 也不会担心那个国家的小孩 因为基本上 他们无法形成一个 对于我的侵略有任何的威胁 我会担心一个国家的男人 男人是会阻止我侵略 那个国家最主要的主力 而当我说男人的时候 就是那些年轻 有活力 有战斗力 有野心的男人 我会使用十几年的时间 让男人失去斗智 让男人变得更女性化 这样子的方法有很多 帮男人施打女性荷尔蒙 然后说那个是自由 或者是一直把塑胶放到所有的食物里面 让所有男人都吃塑化剂 大幅的降低他们的稿酮素 告诉他们 这样使用塑胶制品的话 是很方便 不用洗碗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变成无神论者 告诉他们 他们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义务 他们只是庞大的宇宙当中 不小心出来的巧合而已 然后所以说享乐 性爱才是最重要的 简单说就是要从身心灵上面 彻底的洗脑男人 让男人女性化 然后我会使用社交媒体 或直接买下来 直接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 来影响那些没有人要的男人 不知道活着的意义的男人 没有人要的男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懒散 没有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的意义 被社会唾弃的男人 没有自信 没有朋友的男人 我会跟他们说 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 这个社会不了解他们 然后他们要团结 要合一 然后他们就真的会自己为 英雄习英雄 起来反对那些正在保护他们的人 起来打压自己人 他们会推崇恶心 又低级的谎言 提倡懦弱的男人 没有男子乞丐的男人 打女人的男人是一个先进 自由多元的象征 让这些男人中的人渣 主动的去攻击其他的男人 让其他的男人 有能力的男人 也变得跟他们一样 变成一个废物 丑化男子气概 妖魔化真正的好男人 让真正有能力的男人 不愿意去当有能力的男人 因为在那个样子的社会当中 好男人就会被当成坏人了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只有好男人 有能力的男人 有勇气的男人 才会抵抗我这个样子的侵略者 那当我的军队到达那个国家之前 在我开一枪一炮之前 那个国家的社会就已经自己毁灭了 所以我来这边提醒各位所有的男人 各位基督徒 不要让那些人阉割你的男子气概 不要让那些人扭曲你的身为男人的勇气跟责任 当男人你会被封锁 你会被责骂 现在这些人会仇恨你 那些人对你的仇恨不会让你怎么样 但是当你跟你的家人被关在集中营当中 当你的儿子被抓去做奴隶 你的老婆跟女儿被他们抓去做妓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只能怪你自己 当初没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你不敢当一个有责任 而且有勇气的男人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 就像刚才讲到 社交媒体也好 或者是我们现在所有使用的这些东西 包括现在的政府 他们给你的这些思想意念 还有学校里面的教导 都是在让男人不知道什么是男人 小学的男生可以来月经吗 是不是很蠢的一个问题 小学女生会来月经吗 对这也是一个question 那我可以回答你 就是有些会有些不会 对那但是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加州州长 以及在加州的很多在上掌权者 他们认为小学的男生是可以来月经的 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小学 一个爸爸呢 有一天就到学校去了 到学校了 爸爸就说 我走之前我就去一趟卫生间吧 结果他就发现 小学男生的卫生间里面 居然有一个女性生理用品的机器 那这个机器的所在位置呢 就是在男生小便池旁边的墙上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有男生会真的需要吗 没有啊 因为能来月经的只有女人 对不对 那很明显就是为这些来月经的女人准备的 那为什么会在男厕所里 因为现在有一部分的女人说自己是男人 OK 所以他们是为了这些变性的学生 准备了一些卫生巾在男生的厕所里面 那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这个学校啊 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 就跟我讲说 他的朋友在Chino Hills 很多华人在的地方Chino Hills 在一间小学就开始了他兼职的工作 那他们学校呢 在几个礼拜前就开始在男生的厕所 安放那个机器 那机器里面就是免费的这个卫生棉 还有卫生棒 可是问题是这也是一个小学 小学的男生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说哎 怎么来安了一个机器啊 要掏一掏掏出东西了 还不用钱 然后大家拿出来就说这是什么呀 小孩不懂就拿出来玩 玩完了之后 大家还是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拿着跑到办公室 去问老师说 老师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事情出现呢 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英明睿智 长得像刘德华的这个加州州长纽森 他签署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叫什么呢 叫月经公平法案 怎么能让月经这件事公平呢 就是男人跟女人都能够来月经嘛 就是男人女人都能够安心的度过这段生理期嘛 而且为了消除什么所谓的月经羞耻 所以这一个法案就要求公立学校里面 都要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 美国政府真是出来一堆 我找不到字可以形容的 不是就是这平等这件事 或者是这个词就被人到处去乱用 就你现在必须得说男人能生孩子 男人能来月经 然后你像抖音上面拍的那些视频 有男生说我现在是LGBTQ 我肚子好痛哦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月经 我买了这卫生巾 这什么东西就打开来 你知道这种东西 大家在那说你好棒啊 恭喜你那个什么什么 你变成女人了 你终于能够体会月经了 怎么怎么样 还有什么让孕妇上战场 这事真的都是公平吗 所以就我们现在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到底是可以做什么 不管是说这些冲进未成年女孩 浴室还有更衣室的这些男人 我们对他们可以做什么 还有包括说在小男生的厕所 出现的女性用的卫生用品 包括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网络上面 所有这些洗脑的东西 什么男女女男 这些东西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 就第一点你能够做的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的 就是拒绝承认变性人这个东西的存在 sorry让我再说的更细节一点 不是拒绝他们的存在 有没有这批人是有这批人 但是我们要拒绝承认 这是一个生理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要说 你是Eason是男的 Eason就有些人说 我想当女生 我就说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可能变成一个女生 你想变性 这不是你生理方面有问题 是你心理方面有问题了 你大脑有问题了 所以你要去接受心理方面的治疗 你要把这些人带到教会里来 让他们认识耶稣的救恩 对不对 然后等等等等去接受心理方面的治疗 有忧郁症的药就吃忧郁症的药等等等等 针对这个问题 给出适当的 恰当的 而且是正确的治疗方法 你不要说 Eason说了 秦天说 我想当一个女生 我说 我早就看出来你是我的好姐妹了 快去做手术吧 这样一切掉 我们就可以一起上厕所 拒绝承认这种东西 拒绝承认变性人是生理问题 因为他们的确就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你看他们一个人他可以在所有那么多人面前漏鸟这样子的东西 那些男的我们都已经说他们是变态了 现在他只要说我是个女生 他们就可以合理化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现在其实在这一批人里面 鱼龙混杂了 这里面是有什么的 有被洗脑的 就是他不是本来他没事 他听别人说多了 然后别人说你是不是你是不是 他就产生自我怀疑 他说对 我是变性人 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还有一部分什么 他的确有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或者是本来是抑郁症 躁郁症等等等等的 后来他就是觉得说我这身体是都不对了 我是变性人了 也有这样的真得病的人 还有一批呢 就是你讲的 一批变态混在里面 第一个我们真的可以做的就是 拒绝承认说他这个东西 你只要切掉了之后 你只要改变你的性别 只要我叫你们其他的名字 只要我叫你们的性别代词 这样就OK了 或者是这个人就能得痊愈了 对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 他们这一辈子他们生下来是男的 他们这一辈子就一定是男的 他们的他的DNA就是XX chromosome 或是XY chromosome 不可能改变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呼吁的 把你的小孩从公立学校里面拿出来 因为公立学校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 你说我们天天做新闻 2021年出的这个什么月经平等法案 我今天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们每天都在看新闻 对吧 那你说我们都不知道 你更不要说平时在上班的上班族了 如果这种东西没有吹哨者 所以一个人说爆出来的话 然后大家才都知道 没有人注意的话 那那结果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等他们真的开始在公立学校里面开始在男生厕所里面安什么那个卫生巾的那种机器的时候 当你去到男厕所里发现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才会发现说 哦原来2021年这个东西就通过了 所以就说公立学校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在上掌权者他们每天的全职的工作 就是到处立众变态的法案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防不胜防啊 而且呢现在绝大多数家长 根本都不知道学校到底在做什么 比我们了解的还有少得多了 很多人只是在看说我挣多少钱 怎么怎么样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说每天小孩在学校里面到底在接受着怎么样的教育 所以你如果要说我还是让我的小孩去公立学校 那风险真的太大太大了 很多基督徒会说我的小孩就是要去学校当炎根光的那种东西 我说真的在那样子的环境下面 在这样这么可怕 每天轰炸然后同级压力下面 你要你的小孩当炎根光 就除非他跟你一样有这么样子的信心 在这个地方 觉得我把小孩丢出去都无所谓的信心 不然他们一定会被影响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身边都是基督徒 我们身边都是有正确价值观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坚定 或者怎么怎么样 而且我们自己出来创业 对 我们不是说我们还在一个大公司 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在Disney上班 如果我们今天在其他的那种左派公司上班 我们敢讲这些东西吗 我们当然不敢讲 因为我们没有掌控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家庭的 维持家庭的一个能力 全部都掌握在其他人的手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服从其他人 那你的小孩的教育是你可以掌控的 你可以现在少赚一点钱 但是你可以教养出一个好的孩子 钱可以再赚 小孩的一生是你没有办法重来的 小孩是你的 请你把你的小孩拿出来 Homeschool你的小孩 亲自的去教育你的小孩 亲自的跟他一起成长 你可以带领他 然后他也可以带领你 然后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间 他可以成长变得更成熟 你可以回味你小时候的样子 就是说对我小时候就这样子 我小时候也没有懂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一起学习 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亲子时间 所以说夺回你的教育 Homeschool你的小孩 是非常棒非常好 而且非常健康的 绝对没有坏处的一个事情 对 那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讲到说男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所以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你的儿子 让他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符合圣经标准的好男人 男人这个是我非常在意的 因为太多的男人不知道要怎么去当一个男人 我们现在有好多教会的姐妹找不到对象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找不到好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现在男人有什么问题 你确定吗 我可以讲两个小孩吗 哈哈哈哈 总而言之就是当男人的责任感 然后当男人的自信 然后当男人他的天生的魅力 是要展现出来的 当男人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 是有权柄的一件事情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思想 当一个好男人 然后有一群好男人跟他一起同工 是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国家的 当一个有圣经价值观的男人 他是可以影响这整个世界的 所以说今天真的要强调 要当一个有力而且刚强的男人 你可以带领你的儿子 教导你的儿子 不要觉得说 反正我的是儿子 他可以去学校乱上其他女人 他上大学反正又不吃亏 大不了 打掉就好了 怀孕又怎样 大不了娶了就好了 各个样子的东西 圣经的道德观价值观 用耶稣的方式来教育他 不要随便放着养 只因为他是个男生 你如果放着养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 造成社会负担 而且很糟糕的一个男人 而且如果你要是还没有结婚 还在找对象的这样的弟兄 好好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标准 去生活 你这样在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 你会在教会里面 发现说 哇原来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女人在教会里 然后这些教会里的好女人 一回头说 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 符合圣经标准的好男人在这里 所以你找对象就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对不对 你看教会女生有多漂亮多好 你看这一位 好 没啥说的就不用说 那还有呢 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为美国祷告日 是整个全美国的一个节日 所以呢 Pray for the nation Pray for your state Pray for your community 就是你要为你的国家来祷告 你要为你的州来祷告 你要为你居住的这片环境来祷告 今天我们讲到很多教育的事情 你要为你附近的这些学区来祷告 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不管你们家的孩子是否在公立学校 或者你就说 哈 我看完这个节目 实在太不得了了 我一定要把我们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面拉出来 但是要知道 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创造 虽然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在公立学校里 但是公立学校里面还有千千万万的其他的小孩 我们要为这些人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些在上掌权者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些老师来祷告 我们要为学校所有的课程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些孩子来祷告 那今天呢就是为美国祷告日 就像之前Tucker Carlson说的 希望每一天 每个人都能从你繁忙的生活还有工作中 拿出十分钟来为国家来祷告 这个力量即将是巨大无比 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那我鼓励你十分钟为美国来祷告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鼓励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这都是你的时间 从你繁忙的时间里面抽出来祷告 如果你要是家庭的话 家庭的人聚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事件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祷告 那在最后我们来放一篇祷告文吧 在后面 如果说你要是 说我没信主啊 但是我也想为这个出一份力 那你可以照着后面的这个来念 你不管是默默的读 或者是你可以大声的宣告都可以 但是我鼓励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开始你的祷告生活 你在祷告里面 你可以遇见神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你生活中所有你觉得非常困难的 而且让你失望的事情 你在神的里面你都能够得到安慰 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 从今天的祷告开始 鼓励你啊 走进教会里面 然后每天有祷告的灵修的生活 好好做一个真正和神心意的好的基督徒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ane-Long ичесima IC Sou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